妳今天形容她就是新光花 實力派歌手對不對 妳現在都稱呼妳是實力派歌手 最近我看媒體報導 妳又多加一個稱號 叫做實力派正妹歌手 因為自從她去職棒幫忙開球之後 人家都叫她正妹 而且妳知道為什麼徐拉最近 又變得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有女人味 越來越有戀愛的感覺 我覺得我現在很有一種 街頭藝術家的一種感覺 街頭藝術家剛剛很多人當過 剛剛佳佳也是街頭藝術家 沒有很飄逸很飄逸 今天晚上很多人是真的很多 情侶黨來看煙火的 是 所以不知道佳佳這個 妳覺得情侶黨來看煙火 不是佳佳 徐佳穎 不是佳佳穎 你也可以叫我徐佳佳 徐佳佳 徐佳佳 佳穎佳 今天晚上妳覺得情侶黨來看煙火 也很適合嗎 當然呢 看煙火就是要跟喜歡的人在一起看 那妳今天晚上有導演來看景嗎 什麼勒 今天晚上有導演過來看景嗎 就是這個美妙的地方 她傻住了 她傻住了 我以為這兩天這個是前段是妳自己透露的一個消息 我先問一下 不要尷尬 化解尷尬 化解尷尬嗎 因為我們說妳這一片漂亮有戀愛嗎 我剛剛跳太快就對了是不是 我剛剛直接跳到導演那個哏太快了嗎 她無法接收 她無法接收 因為我的假髮快掉了 是不是有戀愛 有戀愛的感覺對不對 她真的 台中什麼好吃 台中什麼好吃到過了 好 佳儀也算我們在地的歌手對不對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推薦的點給我們 推薦 最推薦 最推薦 我非常非常熱愛吃健康滷味 健康滷味 很像在太平路上 太平路上健康滷味好不好 而且一定要加辣 OK 徐佳儀推薦 或是一中風人冰也不錯 那個我也去吃過 那個大家都知道 今天徐拉不想回答敏感問題沒關係 我們要帶來更多的好聽歌 需要感染我們今天在現場的朋友 讓別人有樂的感覺 好啊 接下來帶來什麼歌啊 接下來這首歌呢 是一個情歌叫做淺規則 淺規則 掌聲歡迎 謝謝 徐佳儀